時間過得好快 這是我擔任立委的最後會期 回顧近八年來 我在立法院為人民看緊荷包 監督預算達149億 主題88個法案 內容包括國家安全 長者及兒少福利 居住權益、性別平等、文化政策 動物保障、轉型正義等等 我也跟很多里長、議員密切合作 解決萬華中正的社區問題 發展在地商圈 促進古蹟活化保存 服務案件達8266件 公民評鑑全院第一名 後班公督盟八次優秀立委 是萬華中正歷屆立委以來最好的成績 也是我用最紮實的努力 來感謝大家的相挺 這幾年我代表台灣站上 哥本哈根民主峰會 奧斯陸自由論壇 與英國前首相 澳洲前總理同台 爭取G7力挺台灣 更成為唯一受邀出席 拜登總統主辦華盛頓峰會的 亞洲國會議員 在這關鍵的年代 這席立委 能成為國際重視的國會聲音 為台灣人民在國際上爭取權益 是我的榮耀 也是我的責任 我參選立委時稱說 國會必須注入年輕世代 才能繼續進步 之後得到人民的復託 讓我有機會實踐開創性 與行動力 八年了 我的初衷未曾改變 我要交出棒子 相信年輕世代 將再次帶動國會進步 所以我要拜託萬華中正的鄉親們 支持有理想性 國際觀 與服務熱誠的吳佩義 也拜託全國各地的鄉親朋友 一起支持更多優秀的新生代 期待這個世代 來接續努力 讓台灣加速邁向一個更美好 更進步的未來 再次感謝大家八年的支持 我會拼到任期的最後一天 深深感謝 多謝 必須的名言 多謝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